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主持人管中翔 灿烂时光会客室是由公民行动营记录资料库独立制作 我们透过人物的专访 议题的整理 新闻的回顾 带大家了解到一些正义性事件背后 值得我们要再去关注的议题 让我们不是在看事情的时候 只看到热闹还能够看到它背后的门道 我们有YouTube频道 也有Podcast频道 欢迎大家能够订阅收听收看 当然我们也期待 你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我们这样独立媒体的运作 事实上需要大家透过各种不同方式来支持 让我们能够走得更远 做更多的报道 做更深度的访谈 现在节目的当中要跟大家聊一个议题 这个议题其实在台湾社会 已经有数十年的这个历史 而且是一个台湾社会里头的非常重要的 集体的历程 当然对某些人来讲 它是一个集体的记忆 但是对有些人来讲 它是一个非常个人 或者是他生命当中难以抹灭的一个 痕迹跟经历 我们要谈的就是白色恐怖 在台湾谈白色恐怖 大部分都会谈到 是不是要这个转型正义 是不是应该要公布加害者的名字 或者是是不是要做赔偿 但是这些看起来是一个比较大的政治结构的议题 或是政府政策的问题 还有一个面向更值得我们要去关注 就是有关于这个所谓的政治受难者 以及政治受难者的这个二代 他的孩子 他的家庭所面临到的各式各样的创伤 当然这个政治受难者 绝对不是只有在白色恐怖 可能包括228 甚至各式各样的政治受难 都会是这样的一种范畴跟历程 所以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要跟我们邀请到两位来宾来谈这个话题 第一位是陈慧英 慧英你好 你好 对 慧英是白色恐怖的受难者的二代 他同时也是台湾政治暴力创伤 跨专业疗育协会的理事 另外一位跟我们一起来聊天的是杨敦祥 敦祥你好 老师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敦祥是台湾政治暴力创伤跨专业疗育协会的理事 好那我想首先我要请教一下这个慧英 就是刚刚我们在这个介绍的时候 有提到你是这个白色恐怖政治受难者的 这个后代家属 你什么时候知道应该是爸爸嘛 对不对 爸爸是一个白色恐怖的受难者 当时刚刚知道这些情况的时候 你所知爸爸大概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呢 就是大概是高中的时候 然后升上高中的时候 因为他们两个就是我爸跟妈妈 就是我妈离婚嘛 然后上高中的时候 因为一些状况就是 我爸不相信要找这么多班费 然后就不给我班费 那我就没有办法的时候 跟老师就跟我说 因为他就长期不让我跟妈妈 就是接触 那老师就跟我说 那你这时候要不要跟妈妈要钱呢 就是反正就是跟他要钱就可以搅拌费 这样也不错 他就老师就帮我搭了一个桥这样 然后我就跟我妈联络 那把妈妈看到我 就是很久很久没见面 因为他是在我小一的时候 我就已经离婚嘛 他有第一句话就是 你爸生病了你不知道吗 他是白色恐怖的受难者 所以是妈妈告诉你才知道这件事情 对对对 对然后 那那个时候 心情蛮复杂的 因为其实他从小就会跟我讲这些事情 他从小就会跟我讲 有白色恐怖跟228这两个 这两个不同的事情 然后他也会跟我讲很多过去的事情 可是我那时候 听他讲的时候 我都会觉得 就是他虽然讲得很细 包含讲那个星球的内容什么的 可是我听他讲的时候 都会以为就是 他是在讲别人这样 然后我都会不知道他到底 我不知道他原来那个东西 是惊讶他身上 所以他也不会告诉你 这是他自己的故事 从来没有跟我讲 也没有人跟我们讲 就是阿嬷什么的 都没有跟我讲这样子 然后爸爸做的事情就是 他是60年代的受难者 那60年代的时候 就是大部分的地下组织 就是已经被殲灭了 然后那时候开始有一些 就是 呃 就是开始有一些知识分子 就是对台湾的处境有一些想法 那爸爸他就是跟他就是台大政治系的嘛 然后他就跟台大的一群不同系的朋友 就是走在一起的时候 那他们就觉得说 因为当时 就是国民党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他 就是有几个地方选举是有一些空缺可以补选之类的 然后他就他就他就开放一些选举的名额给 这类的嘛 对对对对 然后然后 那时候就是 呃 他们就帮这些这些就是 他们他们那群人就觉得说 既然你 呃就是 既然国民党他们政府自己说 就是可以 就是要可以有 有要他们自己开放选举这件事情 那那就应该可以就是 我就在这里面就是 塞一些就是我们觉得比较进步比较民主的人 进到国会 对 或者进到政府里面 所以他们就帮忙助选 那助选的过程要怎么助选要怎么 跑那个行程他们就有 他们就有一群人在那边讨论 那没想到里面就进到进来一个 那个职业学生特务这样子 那这个特务也是台湾蛮有名的特务 那总之他 他就进到里面 假装是一份子 OK 然后最后就是 就是把他们全部都举发这样 但是有实际做什么样的事情吗 就是如果一个选举 那都是一个很正常嘛 这特别是所谓的 已经开放这个政额立委 那也许他还是少数人 但是他是开放的 有实际做什么事情 然后就被这些人去检举了 你说实际做什么事情 就是把他实际做了什么事情 让他被入罪了 或者是被认为是有罪的 嗯 他们当然他们那一群人 当然有做一些国民党 他们认为不能做的事情 就是就是光是 其实光是助选就是了 虽然他是开放 开放就是选选举选台北市长 可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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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其实没有要开放 他只是他只是表面上要开放 所以他就他就把这群人 因为这群人他们还想要复制 这一个助选的模式 到权号的各地 对那他们叫做 他们有一个一个一个名字叫做 全国青年团结促进会 嗯 对那这个这一群人 他就想要复制这些到各个地方 那结果就就是就是他们就 嗯国民党其实不允许这件事情 那就就就就就就就被就是举发这样子 其实他设了很多官啦 就是就是包含就是 呃就是应该说这件事也蛮复杂 就是说他们他们布了很多局 包含就是把这群人跟彭明明签上关系 或者是跟史明签上关系 然后然后有说他们要就是 如果你现在上尾基板科去查 嗯 我记得没错他还是写说 就是这个案子是因为有人想要放炸药 嗯 可是就没有这件事 就是我去拜访同案的长辈 他们是跟我说没有这件事 我们就只是想要助选 就跟现在助选一样这样子 现在我们知道的这些助选 OK 事是一样的 所以你是在高中的时候 因为听过妈妈说 所以才知道爸爸是一个白色恐怖的受难者 虽然你曾经听过爸爸 在你小时候之前 他曾经描述这些事情 但是你没有办法连结 这个是跟他有关 那你自己在从小到大的过程当中 爸爸有什么样的一种 呃行为的模式 或者是跟你的互动的方法 会让你觉得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呢 因为我为什么会这样子问 就是我们刚刚特别要谈到 是所谓的创伤嘛 那白色恐怖在莫名其妙被入罪 甚至被长期关押 我不晓得在他的行为上面 会不会跟一般的 所谓的一般人有什么不同呢 嗯 我觉得 怎么说呢 那个不同 有一个很明显的不同 可能是他的控制很强烈 控制 就是他必须要确保我们全部的人 就是我跟我弟嘛 确保我们两个人都在他身边 然后没事 那那个没事的意思是说 他都看得到我们 然后都能够就是掌握我们的存在 但是我们过得好不好是另外一回事 也就是说他有没有 他有没有照顾到我们的身体 或是煮饭或者是陪我们玩 这个都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我们在他的视线范围内 是他觉得比较重要的事 嗯哼 对那也就是说 我从小就没有办法跟朋友出去玩 然后就是一直都在 就是除了去学校的时候以外 一直都在家里 嗯 然后 然后 在家里的时候 嗯 比如说 其实应该说我小时候不会知道那个东西有什么不一样 所以感受到最大的不一样 是我没有办法跟别人一样出去玩玩 嗯 然后 然后但是 但是 但是我不会知道 就是其他人的爸妈是怎么 没有比较嘛 因为没有太多的接触 对 没有看得很清楚 就只是感觉他 他好像 不让我们做的都是 所以 我从小就觉得他是一个严格的爸爸 嗯 可是也说不出那个东西是什么 但是我有觉得怪怪的 嗯 然后 比如说他 嗯 可是现在回想起来比较明显跟 跟症状比较有关的可能就会是 比方说他每天晚上锁门窗瓦斯 然后 呃一些电器开关 他可能要锁个 一两个小时 一两个小时 对 就是我们睡觉 所以他会去反复的去去 去检查 然后到处的去看说 是不是门有没有关好 灯有没有关好 瓦斯有没有关好 对 然后就是那个确认是 在同一个 同一个锁上面 一直反复确认这个是不会开的 这样 然后包含就是 平常我们出门的时候 也要确认很多次 嗯 然后 确认证件 就是出门也会确认证件是不是在啊 然后 然后 呃还有一个是在我们小小学六年级之前 我们都是 睡觉的时候都是 因为他很担心我们会踢棉被 嗯 然后他就会把我们包起来 包起来 就是用那个棉被包起来 OK 我后来听说 其实很多 很多过去很多家庭会这样 那个他说小baby比较会吧 就是会绑起来 又一个束缚带的那种概念 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一直到几岁还是用这种方式 小六吧 小六哇 对 这个就已经不是一个小baby的一个保护的状态了 对啊 然后 所以我从来 因为他就说 他的理由就会是怕我们立备 可是我从来就 所以我那时候有一个 小时候有一个愿望是想要自己窝在棉被里面睡觉 就是不想要被绑起来 然后而且那个绑起来是很多层的 OK 然后用绳子绑起来的 就是 这样子听起来 比较是爸爸会有一个安全感的 一个很强的焦虑 就是不断的锁门检查门窗等等 但是那个安全感也是担心你们会受到不安全 所以才会一直想要保护你们 或者是把你们带到身边 或者是甚至用棉被这样包覆起来 我不晓得是不是这种状况 但是我觉得听起来 看起来是有一些父亲的经验 而这个经验是影响到你们的身上 那其实我想要再请教敦详 就是敦详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 这些白色恐怖的这些受难者或受难者的加速 你在接触这样的一个个案的时候 跟你过去在当心理师所接触到的对象 有什么不一样 我第一次真的实际接触到 其实是在接受促转会的初阶访谈那时候 那大概是2018年的时候 然后那时候是有听受难的前辈在台上 分享他们的经验 他们的人生的历程 那时候就觉得这个世界上 怎么会在我生活的这块土地上 怎么会曾经发生这么荒谬 然后难以理解的事情 那也许就像刚刚慧英分享的 其实像他讲他的爸爸的故事 那当初他们也是基于一种想要助選的心情 但是随后是被罗织一个好像毫不相干的罪名 所以就是找了一个理由把你放进去关 这样子 那过程中就像可能会提到 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星球 那很多人会说就是这事情已经过了这么久 以前还谈这件事情干嘛 我觉得就刚刚讲到那个创伤 他其实是不只发生在那个人身上 我相信他爸爸的创伤一定很重 那可是对于慧英来说 他其实也承受了很多 可是那个在他高中以前 即便听到爸爸在讲恶法或者是白色恐怖 可是他那个不知道 他那个真正的加害者是谁 他可能只会感受到就是 我爸爸怎么这样对我 他好像在关心我 可是他又在传递着某些很多情绪给我 好像又让我在这过程中 其实有很多的不舒服 那我觉得这其实是很多我们遇到 我自己在我的经验中遇到很多 政治受难者 不管是恶吧或白色恐怖都有的现象 就是因为这件事情的发生 在长期的白色恐怖下 它成为一种禁忌 这个话题不能被谈 家人基本上也都不提这件事情 那往往都是到孩子可能已经很大了 才去慢慢的了解 甚至是在解研开放以后 甚至是在促转会成立之后 才回去爬梳 自己的家庭在那个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情 可是那些伤有没有留下来 其实都留下来 那个是透过情绪 然后依附关系 那种人际互动的关系传递下去的 那你说跟 一般我们可能其他会遇到的 其他人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我觉得我很难去说 他们跟谁有什么不一样 而是说那个家孩子本身就不同 然后他是在被一个封印的状况下 比如说我今天遇到的创伤 是我今天遇到的车祸好了 那我可以很快去 我还知道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因为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然后我知道这件事情怎么影响我 当我们理解这个因果关系的时候 对于我们创伤的复原 或者它会不会形成创伤 其实就是比较没有那么的 就是要解决 我还可以去追本说源 把它解决掉 还有这个机会 然后我可以去回溯 可是当时间拖得越长 然后那个家孩子越来越 离得越远 然后又被禁止说 然后他会透过那种方式传递 就是有些时候 他可能会透过家宝的形式传递 那我要恨的是谁 我要恨的是正牌 是我的父亲或母亲 那可是我父亲或母亲 当我理解到 他也是一个受害者的时候 我同时可能会有种罪恶感 因为我恨他很这么过敏 所以那个情绪就会变得很复杂 所以他不是一个单纯的当事人 所谓的白色恐怖受害者当事人 他受到了各式各样的影响 他的小孩 他的家庭 他的妻子 或是他的先生 或是他的家族 甚至他的人际网络 都可能受到影响 也就是我们在看所谓的白色恐怖 受害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恐怕不能够把眼光单纯的 放在这个受害者的身上 是吗 对 他其实破坏到最核心的 其实是刚刚有提到的那个安全感 对 以及对人的那种信任感 对 所以这也是如果待会有提到 就是我们其实在做的这件工作 其实很重要就是那个信任的重点 我们怎么去恢复那个信任 所以刚刚这个婚姻有特别谈到妈妈 就是你在高中的时候 其实妈妈小时候 在你小时候就离开 然后到高中的时候才开始有接触 因为一个意外 一个要缴班费这件事情 而开始跟妈妈重复 那妈妈当时为什么会去离开家呢 你跟妈妈的关系 爸爸跟妈妈的关系又是什么 其实他不是怎么说 我会觉得他不是他自己离 就是因为用离开家 不是妈妈自己离开 对对对离开家好像是他离开的感觉 我觉得我也想要去区别这个 也是因为他们的关系 就是他们就是 就在在我小的时候 他们就蛮常吵架 我以前一直以为他们就只是一个吵架 然后离婚 然后然后 但是其实其实后来才知道说 因为小的时候 爸爸都会跟我们讲很多妈妈的一些事情 比如说他就会说 是妈妈把他的 就是是我妈去打他 然后让他的牙齿 就是全部被打掉 但我小时候就觉得很不合理 就是他就是把妈妈讲成一个很坏的女人 然后这个女人要害我们家 他倒是没有把他讲成特务 但是他就是讲说他是一个 坏人很危险这样子 那那 比如说把牙齿打掉这件事情 一想就知道不可能 我小时候就知道不可能 因为他是整口牙齿都没有 就妈妈你会觉得妈妈没有那么大的力气 对就是人不太可能有那么大的力气 小时候好像就知道 可是他就这样说 小时候的我就是世界里面只有爸爸跟弟弟 所以就只能听他的 那后来我才知道 那应该就是刑囚的关系 因为很多刑囚是会 会让就是 政治犯的那个 身上有一些留下一些东西 牙齿是蛮常见的 就是被打落这样 那还有包含就是他会跟我说 就是妈妈以前就是会打 就是会也不是打就是会虐待我们 那个虐待他有一个印象在我心里面 很深刻 然后这个东西 我到现在有时候都还会觉得这是真的事情 可是 可是我也心里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就是他说妈妈会拿针 是我们的下体 是我的这样 可是那时候就知道说 小时候就已经知道说 这到底是什么逻辑 你有印象这件事情 最有趣的事情 就是这件事情好像真的发生在我身上 但是我在跟妈妈连结之后呢 妈妈就跟我说 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 就是他不可能做这件事 所以你都有跟妈妈在讲说 爸爸曾经讲过什么 就有核对过 那当然就是大部分都是没有这件事 然后甚至不是误会是没有这件事 然后可是我觉得可怕的事情是 我居然在心里面居然觉得这件事情 好像真的在我身体里发生过 然后他好像真的有那时候有那个画面 爸爸在讲说有那个画面 即便我心里另外一个层面 另外一个地方觉得怎么可能 也就是可能爸爸讲的这些东西之后 慢慢的建构了你的某种的印象跟记忆 所以他可能一直存在里面 好像有好像有 但是实际上有没有你不知道 但是这个有的印象一直在你脑海里面是存在的 对 然后这是两个就是比较明显的 就是比较就是印象深刻的例子 那其他的就会是他就 还有另外一个比较 我其实不是很喜欢 但是应该是不是很喜欢谈 但是这应该是蛮大的重点就是 他其实不让我们只认他是妈妈 所以我们不是叫他妈妈 我们是叫他小杂母 OK 所以爸爸说不要叫妈妈叫妈妈 而叫他小杂母 对啊不可以叫他妈妈 嗯嗯 然后本来他们离婚的时候 写一书上面是写说 呃是是可以每 就是会有会面交往的时间 会有探视的时间 但是但是我 我们好像第一次有探视的时间之后 妈妈就发现我会被爸爸骂 嗯那他就不敢再来看我们 嗯 因为他知道我们会会会遭殃 那那个过程就变成 后来就再也没有他事的机会 然后就再 然后妈妈可能就就就就就 因为他知道他接近我们 我们可能会被骂 或被怎么样 倒是没有被打 嗯 可是可是会被骂 会骂得很可怕这样 好像我会毁了这个家 因为我跟妈妈见面这个家就毁灭 嗯我这样做都是毁 就是我们这样做就是 破坏这个家 我就是背叛之后 不可以跟妈妈见面 嗯 所以爸爸这样对妈妈的描述 你从小到大这样听下来 会让你对妈妈是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吗 在跟妈妈重逢之前 对妈妈的印象是什么 嗯的确就会觉得这个人好像 很坏 然后可是我心里一直有一个小印象 我后来也有跟妈妈核对 他已经忘记 就是小时候他还是有很多 他带我出去很多地方的那些 就是记忆 有一个比较深刻的记忆是在离婚前 然后我们就就在 就因为那时候我要上小学了 还是已经上了 我有点忘记 然后我们就在学校 还是在哪里一个很大的操场走路 然后我们好像是要回家 那妈妈就说 他就跟我说 你知道我们什么时候什么时候 什么要离婚了 你知道吗 那那一天之后妈妈就不会在这里了这样 然后那时候不太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可是就好像是一个很 就是妈妈就是又一个平平 那时候应该是 就是就印象中是一个平静的声音这样讲 然后我记得那一天早上到的时候 我醒来的时候躺在床上想说 啊今天之后就是妈妈就不在了 事情会变成什么样呢这样子 我就只有这个印象比较深刻 然后他就真的不在了 然后对妈妈的印象就是 有那个比较好的就是的经验 可是其他的都是爸爸说妈妈不好 所以我对他比较大的印象应该是 小的时候比较大的印象应该是 只要我接触他或是只要弟弟去接触他 或是我们两个就是我们去 比方说妈妈寄信过来 然后我们我们收到没有给 因为妈妈会寄到学校 我们收到没有拿给爸爸 或者是就是就是妈妈来看我们 我们没有跟爸爸讲 那我们就会被骂 嗯 然后那个那个感觉比较深刻 就是妈妈等于遭殃的这件事情 对 比较很好 所以你会觉得害到了妈妈就是了 害到妈妈 就是害到我们吧 害到你们自己 妈妈会害到我们 就是他如果来 来就会害到我们这样子 嗯 对但是他一直来这件事 也是还是很重要 就是就是至少 在我小时候在绝望 就是至少到像至少到高中 我知道有一个人可以 可以在后面求 其实我可能可以跟他求救这件事情 还是重要的这样 虽然就是爸爸给你 对妈妈建立的一个印象 可能是一个比较负面的 或者是让你觉得是一个恐惧的 可是在心理上面 还是跟妈妈是有一些连结 或者至少他可能还是一个 一个资助 一个依靠 或者是一个可以协助你的角色 可能没有想到那么 没有感觉那么强烈 但是可能 可能隐约知道说 有一个人一直在 这样 他会一直来学校看我们 那我不懂这是为什么 但是反正他就是会一直来 然后他是生我的人 但是爸爸不让我们见面 大家就这样 嗯 我想这是一个 就算我们刚才他绝对不是一个 摆设恐怖党事人的问题 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历程当中 已经慢慢的在他的家庭 或者是在这个慧英的身上 留下一个很深刻的印记 甚至是一个亲子的这种 他被某种 你说是撕裂吗 或者是某种断裂的这种关系的出现 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会再回来请教两位 当我们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 我们怎么去看待自己的 这种心理的状态 或是生活的状态 那其实今天有点不太好意思 但是也很 很谢谢慧英愿来跟我们分享 这样的一个故事 可是我更想要知道的是 为什么慧英愿意来讲这些故事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再继续跟大家讨论 我知道还有很多家属或受难者 他还在 还在一个 没有要跟这个社会 就是连结的状态 或者是觉得 心里还是有不安 不安未必是对政府的不安 是对这个世界的不安 然后对自己的处境 就经历过的事情 觉得 我觉得我常常会觉得 真的有发生过这些事 还是常常会这样的感觉 然后 这个东西 会让就是 我就会希望 这个孤单的感觉 因为我过去是很孤单的 是觉得这个议题上 只有我自己在承受 但是 我想要传达一种 我想要让那些人 那些正在受苦的 或是正在不舒服的 的受难者 包括家属也是受难者 就是知道说 我想要传达一个讯息是说 如果你们想说 我可以听 然后如果 如果 就是我现在 很很 我知道说出来 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 但是 但是 或者是 或是重新回到这个世界 可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但是 但是我在 欢迎再次回到 参赞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 管中祥 参赞时光会客室 是由公民行动营 记录制造库独立制作 欢迎大家透过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也可以订阅我们的 Podcast频道 跟YouTube频道 先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聊的是 白色恐怖的家庭 受害者家庭的一个 整个创伤的问题 那在节目现场跟我们聊天的 两位来宾一位是陈惠英 惠英你好 惠英是白色恐怖受难者的二代 这样一个家属家庭 那另外一个是敦祥 杨敦祥 跟我们一起来聊天 敦祥你好 你好 敦祥跟惠英 其实都是台湾 政治暴力创伤 跨专业 疗愈协会的理事 对 每次我遇到新的单位 都要想很久 可以先帮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单位是什么样的一个机构吗 惠英要帮我们介绍一下 就是 最初是有一群人想要 针对就是 受难者或是他的家庭 就是政治暴力创伤的主体 这就是有一群人 有一群工作者想要针对这些 这种族群 然后来看要怎么去协助他 甚至路加 那最初是用我们家当 就是实验 然后就有一群人定期聚会 去讨论说 就是 我觉得讲这个麦路还蛮有趣的 然后就是去讨论说 就是 如果遇到什么样的状况的话 我们可能可以怎么帮忙 然后直到我爸真的遇到状况 然后我们一起 协助说可能可以怎么做 协力 但当时当然多数的时候 还是我去做 然后大家是当我的支持 那后来就觉得我们应该要在这个社会上有一个位置 所以就找了更多人来一起做 那时候当然就是出短会的据点 跟密集照顾已经开始 所以就有其他的就是像敦响那样子的在据点工作的伙伴就一起加入 然后然后我们就开始筹备这个协会 这个协会目前才刚成立 那我们现在最主要在做的事情 比较还是在倡议跟就是倡议也就是说 比方说像现在就是促转会第四组 也就是重建社会新人组 也就是据点的那个负责据点跟 政治暴力创商负责政治暴力创商的这个组 他最后他的那个疗愈工作要交移交给卫福部 那移交过去之后卫福部会怎么执行的这一点 是我们会去我们会去就是用民间团体的位置去监督他这样子 然后在另外一个面向是对着其他的住人工作者 就是我们也会在我们也在准备跟筹备说 就是若是住人工作者在这样的工作里 就是在做创创工作里面 他们可能会需要什么样的支持跟 就是我们可能可以发展什么样的工作论述这样子 然后在最后就是可能也会想要 也会想要去靠近受难者跟家属这样子 那就是在这个方面就是再慢慢的开展这样 那现在目前最主要就是倡议 也就是我们在自己的精神的经历当中也发现有这些白孔的 或者所谓政治受难者 他个人或是家庭 事实上需要更多的一个支持 那更多的协助 不管是在心理上面或者在生活的各种不同层面 那所以其实刚刚慧英也告诉我们 你自己的亲身的经历 而在这个亲身经历当中 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是一般人不会遭遇到 甚至也没有办法想像 那特别是刚刚特别谈到了跟家庭的关系 而不是只有爸爸本身 事实上他也影响到慧英 也影响到整个家庭 我想要请教敦详 就是在你自己的接触的这个经验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受难者的本身的状态 它是会扩散出去的 这扩散事实上就会影响到家庭 这些人的家庭有办法去支撑 这样的一个受难者吗 或者是他有办法去承接这样的一个情绪 或者是他们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 我只能大概讲一个通常常见的一个现象 他没有办法成为一个 就是说每个这扩散的家庭都是这样 但他有一个现象是说 因为今天有一个人被调定为政治受难者 他那时候可能就被指称为是共匪 那像这样子的一个角色存在 任何资助或协助他 或者是作为他的家人 可能都会因此而牵连入鱼 我们在我们这扩散中可以看到 很多人可能是一家人一串人 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一次被带走 那所以当今天一个事情发生在一个家庭里 他会产生一个现象就是 这一个家如果他是一个小家的话 这小家会被疏远 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服务 他们原本可能是两家住在一户 然后他们可能感情很好 彼此会互相扶持 可能一起修屋顶 一起吃饭等等 可是因为这个事件一发生 其中一家某一个 比如说父亲的角色好了 被带走之后 另一家就是想办法跟他保持距离 甚至最后就搬走了 那其实家跟家之间就疏远开了 而当这个家需要协助的时候 也未必会有人提供他协助 他就被隔绝起来了 那所以在这样隔绝的段 其实家庭的支持系统 常常就比较没有办法得到 但是我们也知道有一些例子 就是说有一些可能不怕这样的压力 然后有少部分的家庭成员 还是愿意在这个时候提供协助 那对于那些受难者 或是他们的很亲近的家人来说 那就是一种很雪中受难的感觉 但是会不会出现一种怨恨的状态 就是说你看嘛 就是因为你然后我们整个家庭被牵连了 那我也没有做什么 那为什么我要被连累呢 周遭的人确实有些人可能会产生这样的心情 嗯 没错 就是而且特别是当政府 他可能会用家里的财产就要充公 这也是一个常常见到的那个现象 就今天我成为政治受难者之后 我家里原本有的财产房子 可能通通都被政府收走 甚至可能特务情报人员就会住到家里来 把这边当作是一个办公室 然后随时在监控我们家 甚至是在我后来如果家里有女儿有小孩 他一来是他们可能求学之路就在这关中被中断 因为经济整个被断了 没有经济这种 所以他原本可能原本有很好的求学机会 他整个生涯就会被打断之外 他可能会想要找一个可以放心的对象 结婚啊什么的 那因为结婚的对象常常也都会很害怕 跟政治受难者的家庭联谊 所以很多我们会观察到很多政治受难者 是跟政治受难者联谊 就是他们是比较能够了解说 你们家虽然有政治犯 可是这不是一件不好的 就是他们是一件坏事 他不是一个丢脸的事情 对他只是因为被政府这样贴上的表现 他们可以理解这件事情 也比较能够放心的跟这样子的家庭 就是产生殷亲的关系 可是这也常常会在家庭内部 产生另外一个动力 比如说我就听过有一些受难者 他们其实是结婚之后 可能会跟公公 如果是女性的话 他父亲可能是受难者 他结婚之后会跟对方的公公婆 产生一些嫌隙 如果当他们家里发生一些事情 警察会常常到他们家 可能去卡油水啊 去收一些保护费这样子的概念 那其实对家庭 新成立的家庭来说是一个负担 那公公婆婆未必能够谅解这样的事情嘛 那可能就会造成这个婆媳之间的冲突 那他会怨恨是因为这个人 嫁到我们家里 才跟我们家里带来这么多事情 这么多的灾难等等 刚刚董事长谈到一件事情 就是经济的生活可能会因此而断炊 所以他可能没有工作或家庭的财材 会被充公等等 这其实已经是 不只是一种情感上面的冲击 是连那个物质生活的基础 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婚姻的家庭也会是这种状况嘛 刚刚你有提到说 爸爸其实是非常谨慎小心 那甚至也常常跟你们在一起 然后也不太准你们去跟别人 有太多的互动 那这样子他有办法去工作吗 他有工作吗 他没有 就是 所以你们家的经济是什么 我想说好怕人家问我的问题 就是因为从小他就没有工作 就没有看过他的工作 有啦一开始 一开始妈妈还没有 就是他们还没离婚的时候 我们家是继承就是 阿公的年米工厂 后来这个米店 但是那个 据妈妈说米店生意一直很不好 他们离婚也跟这个 也有一点点关系 就是在 就是爸爸其实没有很积极的在 在 在拓展生意这样子 那 那 呃 他的工作的状态就是 他会一直说 他想要去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 然后他 他好像 就是 非常 就是他就会说他也是台大政治系毕业 所以他一定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情 可是他从来没有去应证 他会对自己是应该是蛮有信心 或是对自己的 他没有信心 他只是说他是这样子的背景 他倒是 不是一个很自夸的状态 他就只是说 我是这样子的身份 我应该可以 我应该可以做 值得一个好工作 但是一直都 有一种好像怀才不遇的感觉 可是他也不会指向是 谁害他这样的 就他也不会说 都是政府害我们这样 他也不会这样讲 但是总之他就是 他就是 没有工作 那我们的钱就是来自于 爸爸以前有那个就是 阿公留下来的遗产 因为以前阿公他的土地 满满满就是 就是满多 就是留下来的产值满多的 那后来搬家 搬到台北之后 就贷款 所以我小时候一直有一种压力是 就到台北买房子 然后用房子去贷款 小时候一直有一个压力 是自己好像 爸爸也会说 如果我们怎么样 买什么什么什么 就是回了这个家 因为就会没钱 那就会一直常常说 我们家没有钱 没有钱 没有钱 可是他也不会去工作 那 那 他也会 就是 就是 就是贷款这件事情就是 一直持续到我 大学 升大学之后 我跟我弟开始 后来我就开始有妈妈的 你用钱 支持 对 那 爸爸就是负责家里的 开销 那 后来到我跟我弟长大之后 他当然就不用花 更多的钱去支持我们的 就是 生活 然后我后来才知道原来有一段时间 应该大概是补偿基金会 呃 补偿基金会是就是有一段时间的工法人 他是 他是政府设立来补偿 是补偿 就是 白控的家庭 这样 那现在已经解散了 那 呃 大概就是1999年还是2000年的时候 他去申请了 就是自己的案件的补偿 那样子 然后 就有 判赔 是多少 是400多万吧 对 嗯 所以就那一笔钱 还了 还了银行贷款之后 呃 但后来还是有剩一些贷款要还 然后总之就是有那笔钱的生活 大概是这样子的生活 然后他就是都不会去工作 所以每天都在家里 嗯 那个每天在家里 在干嘛呢 就是因为他 嗯 他 觉得 就是 在他 去绿岛的那一段期间 房子有被 呃 就是本来属于他的房子 就是阿公给的房子有被 我们家隔壁的 亲 也是亲戚 嗯 就是 呃 卖掉 用掉一些 优惠税率这样 然后 他就 就是 就是 开始告 嗯 告那个亲戚这样子 然后就大概就是 诉讼就持续了 就是 大概 从我 从我 国小到 高中吧 嗯 然后 不停的就是 用不同的方式告 包含 告他 一气我 阿嬷 阿嬷 有一阵子跟我们在一起 然后 或是 各种理由去告他 那他每天就是在家里 就是不停的放录音带 就是比如说有人打电话来的时候 他就会 哦 就是我们家另外一个 特别的东西是 我爸会电话录音 会电话录音 就是如果不管是谁打来的 他就会录 嗯 然后 他会特别在电话里面 说今天是几月几号 嗯 现在是几点这样子 特别在录音里面标记这件事 那 他会不停的copy这个录音带 然后也会不停的就是帮自己的那个 诉讼的一些卷宗一直划线 然后写笔记这样 然后常常会拿出来 跟我们讨论 就是给我们看 然后说给我们听 嗯 然后一直讲 一直讲 一讲就是一两个小时 那我就很不想听 但是你们成为爸爸很重要的一个 诉说的对象 对 可是事实上 他主要是跟我讲 嗯 不太会跟我弟讲 因为在他心里面 我是他 第一个等到的小孩 嗯 所以他基本上就是忽略我弟 然后一直跟我讲 所以这也造成我弟的一些伤 就是 他就是在家里是被忽略的那一个 感觉这好像不是很重要 弟弟会说 对 因为爸爸也不会把事情跟他讲 除非我在现场 然后他就会同时跟我们两个讲 但是只有我弟单独的时候 他也不会直接跟我弟讲 嗯 然后就大概都是跟我讲 然后就很多很多事情都是 道给我听 嗯嗯嗯 这个过程里面 当然你可以看到亲职关系 是受到影响 或在看到经济的生活也受到影响 呃 但是从某个角度来说 还好 爷爷那边是有一些田 有一些祖产 还可以做某种的支持 但是其实有很多的白色恐怖的受难者 他可能没有这些祖产可以支持吧 有的是原本很多祖产 其实我们也遇到 特别是跟228那个阶段比较近的 其实他们原本的家境可能是很好的 都是当地的士生旺主 但是可能因为发生这个事件 就整个家道被政府这样子 拿走之后就中落 所以他们经济的那个落差 反正是非常悬殊的 嗯嗯 那不过 我们会观察到就是说 其实就是大家的收入分布 应该通常是一个比较常态分布嘛 对 可是我自己在跟 这次收担者 白孔的家庭工作的经验 会开始觉得 那个好像比我们更早经历了一种M型化 那我觉得会有这样的现象是因为 其实比较没有中产阶级 那会没有中产阶级 其实是因为一般正常的那种 受薪阶级的工作 其实他们在求职的过程中 是会不断的受阻的 那可能今天去A公司工作 才工作两天 政府可能就收到警察 或是特务去跟他说 这个是不是收担者 你确定要用他吗 那更别说公务机关 所以他们还会去阻止他的 对求职的 他们不会有公务机关 因为他们被刺夺 对 所以公务机关就更不用说有可能会有机会进去了 所以就是会 他们如果想要想办法回馈家 或是想办法赚钱 很多都是会从商 那如果他们在商业部分发展很好 那通常就是 生活的经济上的条件很不错 那不过另外呢 如果一直都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出口 然后就是可以帮助家里的经济恢复的话 那可能就会在 常常是到现在 我们可能就会看到 比较是需要领补助 在过生活的状况 所以就会呈现一个比较两极 对啊 刚刚那个敦祥有讲到说 就是出狱之后的一个状况 我小时候也会听我爸说 他以前 就是他还没告诉我他是受难者之前 以前他可能在很多 就是因为我们家以前在伊兰 但是他会说他去到 注意力就是那个南投啊 或是那一区就是去摆摊 我那时候有一个很 很特别的困惑是 为什么你要跑那么远 第一个第二个是 为什么是摆地摊 那我就会觉得说 啊你以前可以摆地摊 为什么现在没办法这样 嗯 就是 这也是创上一个很很很很常见的状况 就是可能他刚出来的某一段时间 可能还很还稳定 嗯 然后进到亲密关系 或者是进到下一个阶段 或者是时间拉长一点点的时候 会在某一个时候 就是 就我听过几个 几个几个几个家庭是这样 在某一个时刻 他他就好像开始回话 就更严重 反而不是刚出来的时候 不知道 敦想的经验是这样 好 我觉得 我可能不会用崩坏来说 但是他确实会有一种延荡性 就是说 今天我们发生的建议 他的影响是我们刚刚前面在讲 那种安全感 人际界限跟信任 然后可能会在某一个时间点 我们 未必是在可能刚出狱 或是刚回到我们 家里的时候 他可能是在后面某一个时间 不断的累积的那个挫折 或是遇到某一个事件 他回忆起 让他回忆起当时 可能被刑求 或遇到创伤那些时间 或是当 他在这些经历这件事情的时候 重新标定 某一件事情是创伤 甚至他可能连这个事件 都没有标 标定出来 只是这情绪 就因为有一个很大的东西 累积在那里 所以当这些事件 一个一个累积下来 很快就到了一种 离界点 然后可能就会有 我们看到的 各式各样的 创伤的反应 所以他会有点像 不定时炸弹 这样的一个状况吗 就是随时都有可能会发生 但是你 甚至不知道原因是什么 对 这就是最复杂的地方 如果我们今天知道 原因是什么 那我们都还比较好 去理解 我们所遇到的事情 可是当我们不知道 原因是什么的时候 其实就会让人觉得 这人可能很难相处 这也是创造的那种特性 嗯哼 这种状况 似乎也会反映在 人际关系上面 特别是刚刚谈到的 各式各样的不信任 平常家里面会有人来拜访吗 或者爸爸会去找其他的朋友吗 有啦 我们有 他有其他的朋友 但是大概就是一个两个这样 但是都不是以前的好朋友 他就是一个 可能是一个 不知道去哪里来认识的 代书或是律师 那他可能一样就是每天都 常常会去找他 然后去跟他 诉苦 或是给他看那些卷券 代书或是律师 所以有可能去提供他法律上面 协助的人 对 那的确也有一两个是真的很认真 现在回想也是觉得蛮厉害的 创伤就是要在这种关系里面 就是去修复 他可能自己不知道他正在做这件事 就是 就是虽然他可能也很不耐烦 但是他还是有听 听我爸说嘛 那我就很受不了就是 爸爸每次带我们去的时候 他就讲一两个小时 我们就要一直等他 我们会很无聊 所以我对等待也很不耐烦 那 可是 可是 就是这种外出 可是不能有任何人来我们家 朋友也不行 然后 然后 就是 各种就是 亲戚我们也没有联络 因为爸爸都觉得他们要害我们 这样子 所以整个是被孤立起来的 我小时候是没有那种就是大家一起 跟亲戚们一起玩的那个经验 嗯 家里不会有任何人进来 这样子 这样子也是应该是一个 看起来会因人而异吗 还是他这个创伤会是一直是一个 很重要的对人信任的这种影响呢 他确实会因人而异 但是 我们知道政治暴力创伤 他确实常常最伤害就是那种人际关系的影响 就他创伤留下来 因为他当时可能是被他最信任的人给举报的嘛 对 甚至他有时候是很久以后 他要不断去怀疑到底是谁 然后可能到现在他才知道 比较可能知道是谁 甚至不一定知道是谁 对 那其实刚刚讲到那个关系的信任 其实就会变得是非常的困难 他可能就要好不容易去信任了某一个人 可是只要稍微注视马迹不对 他又重新不去 没有办法去信任这个对象 嗯哼 所以这个不管是他的家庭 或是他的亲子 或者是他的工作 或是他的人际生活 人际网络都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而且还是要讲他是影响到其他的人 就其他人也会觉得很奇怪啊 其他人或是要 必须要承接他的情绪啊 其他人可能说 哎这个人怎么会是这样子 所以那是一个非常复杂 跟纠结的过程 但是我觉得更复杂纠结的 恐怕还是在这个会议的身上 就是你作为他的家庭 然后可能是爸爸也是最信任的人 或是唯一能够信任的人 所以会不断的跟你讲这些事情 但是你一开始想的时候 可能不以为意 可是某种的那种情绪情感 事实上是不断的累积在你的身上 甚至你恐怕有某些的行为模式 也会跟爸爸是类似的 你觉得父亲的这些经验 对你自己的影响是什么呢 其实这真的很难 很难去说到底影响是什么 我觉得最大的 我觉得可能只能就是想到什么 讲出一点点 就是说我对于 就我国高中的时候 甚至到大一大二 其实过得很不好 就是我的人际关系没有很好 然后因为我就是我会 我会不知道很多就是人际相处上的线索 所以我对于人的那个界线也不是很清楚 就是我到底对一个人 可以有多少的信任跟他深谈 可以亲近到什么程度 你是没有把握的 我是不知道然后会超过 或是会太退那样 然后是很混乱复杂的 然后 这是一个 所以我其实 我其实 会被排挤跟霸凌到高中的时候 就是 就是 会被嘲笑啊 之类的 然后 嗯 还有就是我 我的情绪就是 怎么说呢 嗯 因为人际的关系 或是因为爸爸的事情 就是爸爸常常会给我们这些 我觉得 应该说 我刚刚有说爸爸常会给我们一些 我不懂为什么会出现的一些等待 嗯 就是比如说他可能出去找一个什么 对 重要的人 他有可能是出门 有可能是大门去 但他一旦出门的时候就只剩下我跟我弟 在家里 那我小时候也一直有一个印象是 我会在家里一直哭 我知道他会回来 但是我很 很不安 会因为不知道爸爸在哪里 或者是会害怕 失去这种想法吗 好像也没有那么清楚 可能就只是觉得孤单 没有安全感 觉得不安然后孤单 然后会一直哭 然后我就会握在椅子上面 就是一边 一边 哭 然后一边用毛巾擦 然后就 或者是我可能就是睡前会哭 就是如果那一天状况不好 睡前可能会哭 然后那个枕头上面就都是眼泪的痕迹 就是小时候的 然后我弟的方式就是睡觉 就是他就会把那一段他不舒服的时间睡过去 这样 然后我的方式可能就是一直哭 那我自己也很难说明那个情绪是什么 可能比较 或是说那个影响是什么 可能比较严重的影响应该还是说 我在跟人的关系上的那个 亲近跟疏远还有界限 还有就是我不太容易去理解别人的一些暗示行为 这样子 然后当然就是不安全感也很强烈 我可能还有一个是 就是我很严重的觉得自己 就是 我很严重的觉得自己 好像那个世界上 不一定要有我这样 就是我觉得我自己不太重要 然后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不好的人 为什么会觉得自己是不好的 我不知道 因为 其实爸爸也从来没有说 就是我 就是他当然就展现出我很 展现出他很信任我的状态 应该是说也许是说他一直说 因为他常常会说如果你们做了什么事 或是你们如果现在很吵闹 不让我拱 就是在那边看卷宗 那你就是害了这个家 所以我一直都觉得我是一个罪魁祸首 对就是你刚刚讲一直害了这个家 害了这个家 从一开始的上半段一直到现在都在讲 所以这表示你这个 会不会觉得你自己压力很大 然后你会动辄得就动辄就害了这个家庭 那个 会让你很多东西包括 人际之间的互动 或是你在做什么 你会特别的格外的小心谨慎 或是没有信心吧 没有信心 我觉得有一个最近发意识到的事情 也是蛮大的发现就是说 也蛮 我也有听过受难者的家庭会这样 就是因为大家太没完全 就是太对着环境不觉得不安 所以整个家庭会是绑在一起行动 嗯 那绑在一起行动除了 除了手段上的控制 就是身体上的控制以外 还有另外一种控制是情绪勒索 嗯 所以爸爸他其实这种程度也是对我做这种事情 就是如果你怎么样的话 对我家就毁了 对 如果你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 我们整个家都会怎么样 所以对我来说 嗯 有一个东西是像我爸最近生病 是最近才发现的 就是他生病 嗯 然后他开刀 有 那就是这些问题呢 就会变成是 他开刀出来之后需要一些 就是他是骨折小地方的骨折 小指的骨折 就是脚的小指骨折 但是是一个很小的 看起来很小的事情 可是一开始 因为他后来有糖尿病 一开始医生的宣告是可能会截肢 嗯 然后大家就 我弟就整个很很很难过 因为他 他觉得是自己顾不好 他 然后他就开始整个人枯萎了 嗯 他就是在急诊室整个人就是崩溃这样 那我就去陪他 我比较没有办法亲身照顾爸爸 但是我有时候会成为 照顾我弟的那个角色 然后我去陪他的时候 那时候都还没有感觉 可是到后来 只要我们家 就是爸爸有什么状况 或是看护有什么状况 或是弟弟遇到一些 比如说现在立刻要手术 或立刻要 本来说晚上才要手术 就突然早上要手术 然后我弟弟就会call我去医院 那他一点都不给我 就不给我任何一点时间就是 呃 犹豫到底要不要现在重去 因为那是一个小手术 一定很快就结束 我去到那一定结束了 可是他就 他就会很希望 我可以立刻到他身边 或是立刻到这个家的身边 我给我一个感觉是 但你还是很重要的啊 那是另外一回事 我觉得有一个感觉是 我们被绑在一起 假如我们没有团结 这个家就不像家 就是弟弟也在一直给我这种感觉 就是说这不是他不对或不好 而是说我们有一个习惯是 好像随时有一个人怎么样 我们就要补上 然后是一个很强烈的 绑在一起的感觉 然后情绪上也绑在一起 因为当弟弟不好的时候 我也会不好 爸爸不好的时候 我可能也会害怕 然后我们就三个人都牵在一起 这样 然后只要有一个人有状况 特别是爸爸的状况 弟弟有状况之后 我就会 或者是我有状况 弟弟就会想要起来 就是hold住这个家 现在的状况 那 就没有办法分离 就是没有办法 就是不是分离 应该说没有办法分开那个界限 就会变成 好像弟弟的感觉也是我的感觉 爸爸的感觉也是我的感觉 然后我的感觉 可能会成为我弟的感觉 这样 我有点来说明 但是一部分 我觉得这有时候是蛮矛盾 就有时候感觉这个家庭 哇好棒 然后相互的支持 相互的协力 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又是一个相互的很深的连带 然后又担心 如果家庭有一个状况的时候 你的整个情绪都是一个很大的投入 那 我不知道要怎么去解释 这样一个心理的状况 我会这样一路听下来 我觉得很辛苦 对 有时候就像是一个魔咒 有时候像是一个封印 有时候又像是一个 好像没有办法摆脱 但是又不知道 是不是应该摆脱的这种 心情的状态 我觉得那个心情应该会很复杂的 对 就特别是像刚刚慧英在描述 他小时候那种爸爸出去 出去办事情 然后他们要在家里等待的那种心情 我觉得他有点像是 刚刚在讲这整件事情的一个小小的缩影 就是说好像任何一个人不在场 其实都会让 家里的每一个其他成员 变得很不安 然后 然后虽然说爸爸在的时候 他会 用很大的方式 来控制家里每一个人 那个控制是为了确保他安全 所以那个控制里面 每一个可能都经历 有某种程度的不舒服 可是这个不舒服又是安全感 对 所以当这个不舒服拿掉之后 一样不舒服 那就会变得很 很矛盾跟纠结的那种状态 对 慧英讲那么多 其实你也不是只有在我们节目讲 你在别的地方也有谈过 讲出来会让你比较舒服一点吗 为什么你愿意讲这些事情 讲出来不会比较舒服啊 其实就是每一次讲出来 都还是可能回去 就会还是需要一点时间 就是以前可能比较严重 现在的话我就还不确定 就是我可能会 也是一个会延宕的状态 就是我可能今天讲完 然后可能后天大后天 我会开始有不舒服的感觉 然后那个不舒服的感觉 就是有一种很累 然后因为我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 当然上节目受访的时候 他是一个相对来说是 这个访问的人或者是听的人 是想听这个故事 或者是做见证的时候 底下的人可能是 准备好要来听的 可是如果今天是发生在 就是比如说职场里的话 可能就会是他可能没有预设说 就是要听你说这些的时候 可是你又因为有一些伤 有反应的时候 就会经历到一种 他们会觉得不能理解 或是光是白色恐怖是什么这件事情 都需要解释的时候 我就会干脆不要讲 所以有一段时间 我其实是不太有办法讲这些事情 或是说讲述这些事情 其实是很混乱的这样 不会比较舒服 但我为什么要讲呢 因为我知道很多人 就是我知道还有很多家属或受难者 他还在 还在一个 没有要跟这个社会 就是连结的状态 或者是觉得 心里还是有不安 不安未必是对政府的不安 是对这个世界的不安 然后对自己的处境 就是经历过的事情 觉得 我觉得我常常会觉得 真的有发生过这些事 还是常常会这样子的感觉 然后 这个东西 会让 就是 我就会希望 这个孤单的感觉 因为我过去是很孤单的 是觉得 这个议题上 只有我自己在承受 但是 我想要传达一种 我想要让那些人 那些正在受苦的 或是正在不舒服的 的受难者 包括家属也是受难者 就是知道说 我想要传达一个讯息 是说 如果你们想说 我可以听 然后如果 如果 就是我现在 很很 我知道说出来 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 但是 但是 或是重新回到这个世界 可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但是 但是我在 那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想要让其他人知道说 就是 特别是助文工作者 知道说 就是 有一群人是这样的情况 然后 我觉得好像 这就是一个 就是 这是某种使命 好像 我得完成这样的事情 我才会觉得 过去的受苦 是有意义的 有一点意义的 这样 嗯 这边我想补充一点 就是关于 刚刚在讲那种 对于自己 在跟比如说同事相处 朋友相处 要讲自己白孔经验的那种 感觉 因为我觉得 我记在刚做这份工作的时候 虽然我不是 就没有直接经历到 惡把或白痴恐怖的家庭 可是 可是我刚才做这份工作的时候 也开始感受到那种隔阂感 好像我共同分担的这种感觉 就是 当我要跟别人解释 我在做什么工作 如果工作内容是什么的时候 我要花好大好大的力气 去说明这一整个脉络 但他们会没有办法理解 你在做什么事情 做什么工作 然后 慢慢的 我有段时间 就也完全不想讲 我就很简单的讲 我可能就是作为一个个管 或是作为一个什么样 身份的角色 那到底那个实际的工作内容 什么 我就尽量跳过 因为我觉得 讲出来那是一个好长好长 好复杂的东西 然后我觉得我讲完以后 你可能 也未必能够在那个时间点理解 那我觉得那时候 我感受到一种氛围 是跟这个社会有一种隔阂 然后那种隔阂 是这个社会的大部分的人 好像还没有真正的了解 台湾的历史 然后有这样的脉络 所以我讲什么时候 要费很大的力气 才能去抵抗这样的东西 那我当然同时也会觉得说 那如果是家属或受难者 那怎么能说得出口 那其实是更大更大要 我作为一个专业工作者 我已经是稍微有一点点 距离跟空间去发生的了 其实我蛮谢谢 惠音愿意说出口的 我觉得这个 说出来它就是一个力量 就是说 第一个我们会知道 其他的这些受难者 或是受难者的家属 他们其实是不孤单的 那他们有很多类似的状况 但是惠音他是在面对的 也许我们有跟他很大的一个 可能的面对的可能性 另外一个我觉得还蛮重要 就是 我真的想到一首诗歌 就是说 分享的快乐加倍的多 分担的痛苦 有格外的轻 我想这个就是一个痛苦 这个痛苦 这个痛苦不是 你的家庭要承受 或是你个人要承受 或是你父亲要承受 而是整个社会 必须要去理解 那当然不像每个人都可以承受 但是这个要讲出来之后 它才有可能让 大家更知道这件事情 才有可能去解决 才能够让这个痛苦 可以有格外的轻 今天非常谢谢两位来跟我们分享 这么重要的一个故事 我不知道你听完这样的故事 对你的心里有什么样的印象 或者是想法 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你要知道这个社会里面 这个世界里面的人 是有不同的方式在活着的 那这个这样的活着 不是个人的问题 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 而是整个政治的问题 我们在下次的节目当中 会来跟进一步的去讨论说 当这个社会 当这个政府在面对这样的一种状况 白色恐怖的受难者或是家属 甚至整个受到白色恐怖影响的 这些各式各样的人的时候 我们的政府应该做些什么 我们社会可以做什么 非常谢谢两位 我们下次再跟大家聊这个话题 谢谢